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臺海情勢緊張 臺灣兵力夠不夠 立法院法治局 日估我國部分戰鬥部隊 已經出現人力不足 加上少子化影響 預計在民國一百十八年 可目睜的一難 只剩下五點六萬人 法治局建議政府停辦替代役 事實恢復真兵制 事實上我們國防部也在 有掌握這種狀況 臺灣現行義務役入武當兵 只要四個月 學者范世平認為 現在該是討論 徵兵制延長疫情的時候 普遍民眾認為 四個月的軍事訓練 確實難以應對當前狀況 像以前去成功領快兩個月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根本就是去外 至少要有一年半 平常也要有訓練就對了 甚至一般老百姓 都可以去學習一些戰鬥技能 能夠打仗的兵 應該要再更長一點 打拔的次數也不夠 然後步槍怎麼用 握射力射都還不是那麼的熟 臺灣目前徵兵募兵並行 只是無論是恢復全面徵兵 還是延長疫情 都需要透過修法 立委態度至關重要 制度的增加軍事訓練的部分 是有必要的 所以國防部可以思考兩件事情 一個是增加服役的疫情 第二個是增加後備 較招訓訓練的能量 臺海局勢緊繃 撿下我國病例 未來幾年恐怕面臨短缺 國防部強調不排斥 延長疫情一年到一年半 但如何強化後備戰力 做好可能得上 正常的萬全準備 刻不容緩 三零新聞 嚴峻長 越國文台北報導 谢谢大家